今天来讲交易学习 第二期2023年11月份 这个得第一名的埃及的老哥 不当零 然后从100k到262k 然后我来看一下他的曲线图吧 23年这个月表现也不错 可以看一看 就是2020年1月份 他现在还没还没结束 目前是100k到244k 这个2023年11月份这个曲线还可以 2023年11月份的曲线 他跟我以前的那个打法有点类似 111点为stop loss 5个点为tp 这个是15首相当大了 15首有个报场 几次点的回调就报场了 那我看一下他的程序吧 因为他控制的交易次数 一个月是28次 这个肯定是预进比较多 就是力求稳 每次要达到的5个点 他给他力求稳 他这个是1月 这是1月份的 1月12号 亏了33点就发金扣 自动close了 实际上他的stop loss是相对于33点 好 我来看一下他程序是什么货币 是欧元兑美元 再打开欧元兑美元 11月份的图 11月份图欧元兑美元 在这两根白线之间 这个获得了100k到260多k的 我来看一下他的具体怎么编的程序 当看到黑线图开始的时候 就走if 日线图 看日线图 假如是欧元兑美元 OK 假如是已经没开仓 小于1 operation的那个仓位 小于1 这是还没开仓 然后看ADX4小时 14 坦数 ADX4小时 ADX2 这个是平均的ADX OK 拿来比较close last candle是日线图了 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 要小于开盘价 就是这个阴线 就走这个路径 就是ADXR要小于90 ADX要小于95 来就sell 15手 8点为5 5个点的花点 110个点为止损 6点为止盈 take profit 反过来多头 多头就是为阳线的时候 日线为阳线的时候 ADX大于10 ADX ADXR大于10 ADX大于5 买说一个多头 还是114点为止损 6点为止盈 其他没有任何逻辑了 就这么简单 他主要是用ADX 来把ADX给加进去 他用4小时的ADX 直接看DMI的 看逻辑其实也都很简单 前一个日线图 假如是打开他 我这个是这样 我打开两张图 一个是一小时图 一个是4小时图 这个换成4小时图 interview要是 各种不同的 左边是4小时图 他的逻辑在这里 比方说第一天 前一个日线 前一个日线图在这 这是11月1号的图 第一天如果开始的话 他前一个日线图是一个阴线 所以他是准备入场做空的 入场做空呢 他有一个滤镜 就ADX ADX不能超出10 和ADXR不能超出90 90 95 反正刚才那个不能太高 他认为太高的话 就有可能反转 ADX如果过高的话 有可能反转 所以他是跟着日线的趋势 所以他 他这16呢 连续吃6个点的 take profit 这个是没问题的 最主要的是 他的ADR ATR是30 就是4小时的ATR 他因为刚才看的那个是 他15手基本上就是33点 就是报仓的点位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以33点为了 114点呢 就纯粹是 做一个备用的 一个stop loss 我们在那个比赛中 经常这么用 因为有时候 他一个下影线 他他这个比赛的行情呢 达不到资损位 就上去了 就不会计算出报仓 所以比赛的时候 等我们一般会 比方说200点 100多点 做个止损 但实际上以报仓为 为止损点位的 他说他实际上是33 对着6点的 盈亏比呢 是1比5 就是你超过MG80的盈率 你这这个月的 就基本上是为证实了 有有可能获得名次 所以一般那个 scope里面大名次的 基本上会这么做 但是实盘 当然是不可能这么干了 你要确切的理解 他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 并不做实盘 直接搬去就可以用了 尤其实盘的时候 像15手的仓位 10万的资金 15手的仓位 分分钟就被爆仓了 因为实盘的时候 票线非常多 这只是比赛的打法 但是呢 他思路可以参考 用大周期的趋势 来拨一个小周期段的PP 这样的话 它准确率就会高很多 它是日线的 日线如果是个阳线 它就认为上场走了 而且都用ADX来捋除掉最高最高点 它这个滤镜 我感觉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像这个ADX 14的参数 它根本就没有达到90多的滤线 而且它是大于10 大于5 对ADX来说 实际上买和卖的办法是一致的 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滤镜 所以它这个程序对滤镜 我觉得可以再优化一下 不是用ADX来来做 当作可以用不灵线 用不灵线 如果超出不灵线三倍的标准位 比方说到这个位置 超过了三倍的标准位 我们就不做多了 就滤掉一段行情 这样的话可能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而不是用他这个ADX 像他这个实际上根本就滤镜没起到作用 像这个ADX 4小时 14参数的话 它一直是大于10 小于它90的 好 它这个程序我就 接收到这里 这是第二期 谢谢大家